请你 可以了 老太爷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 剩下的喝药调理即可 这么快就医好了 毒真的解了 敢问小友这是什么术法 竟然解了这不治之毒 金针术里最基础的针法而已 金针术 这是什么术法 从来没听过 管它是什么术法呢 我先让太爷爷把药喝了 等等 雪梨花 义风 你这是做什么 这药不对症 我等会儿再开个方子给你 是我疏忽了 如今毒已经解了 自然不需要这么猛的药剂 让小友费心来 萧全败了 萧剑现在也清醒过来了 夺取萧家的计划 怕是 一群成不了师的废物 没了萧家 逆旋大计便少了最关键的一角 主上 即日已近在眼前 我们该如何是好 谁说少了一角 那人 不是还在萧家吗 我本来在屋里准备了毒单给二长老长长 可惜你不太懂礼貌啊 看来你早就知道我要来 不过没关系 有乾坤圣镜在手 杀你 就是再缺点力气 这宝贝好大的威力 得现力气锋吧 青红杜盈 哼 你的招数太明显了 圣乾坤 断 宝精变幻无穷 矛头小子 给我二长命 圣乾坤 散 没抓住 好诡异的身法 就算用了宝物六属壳 少虎不是我的对手 你有我的弱点是近战 狂面 否则近战还没 等 混蛋 上乾坤 怀 不 不 你看到的人 是他吗 陆 别叫 明天给你看场好戏 这次将大家召集来 就是想问问诸位的意见 这单胜叶峰 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呢 自然要信 他艺术高超 我可是亲眼见过的 肯定能治好他爷爷 是啊 死马当做 死马当活马医 事关老太爷的性命 三弟 这么说 未免也太不孝了 那 不医 不好了不好了 叶峰他 他出事了 谁杀的他 你怎么知道叶峰出事 就是被杀了 不是叶峰出事了 是叶峰把洛少爷给 给 给杀了 什么 罗儿 我的罗儿 叶峰 叶峰 滚出来 二当家的怎么还在眼呢 小爷爷 小爷爷 药好了 别再拿这些东西糊弄我了 你这神医都治不了的毒 世上还有谁能救我 唉 把他们都叫来吧 青死了 自然是大罗神仙也难救 那就别浪费这掉命的汤药了 唉 慢着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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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回到仙阳城了 这下可以好好吃一顿了 神医已经先行一步 会报老太爷了 老太爷这么宠小姐 一定会问小姐 准备一顿丰盛的接风宴的 哼 那是自然 怎么样叶峰 我们中州可比云武国大多了吧 我们萧家的财力 更是堪逼你们云武国皇族 你看你千里迢迢的来了 以后就住在中州 别回那边陲小国了 唉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没想到刚来咸阳城 却有东西引发了地精的躁度 这趟萧家之旅 有意思了吗 什么狗屁丹上 还要我们大张旗鼓地迎接 灵灵堂妹 别是找了个江湖骗子吧 灵灵堂妹 等等 我这是在救他 就麻烦你替我们周旋周旋 我们 哈哈 左手鱼 嗯 嗯 你有没有觉得 这小子身上的力量 有点像赤鱼是你 我没伤你孩子 听不懂的 听不懂话还真是麻烦 拿去别怪我了 情不动扬 城 激活了我的血脉 这力量 是赤羽圣衣没错了 想不到赤羽圣衣 竟在一个禁界 这么低位的小子身上 叶峰 叶峰你人哪 给我出来 天天早上扰人亲帽 还有完没完了 我说要来盯着你 可不是给你做采路烧火的丫鬟 你喜欢我也太不客气了吧 本小姐不干了 那看来你是不想再变漂亮的 算了 我找别人来 你再给我塞了养颜丹 我给你做牛做马 你做的牛肉和马肉 都太难吃了 那 那 那你想怎样 捶腿 做梦 嗯 冷静了没有 吃了我的丹药 道理懂不懂 懂 我再给你 揉揉尖 小 小姐 小姐你怎么给别人当丫鬟了呀 敢使唤我们小姐 着死 没当丫鬟 我修药呢 修药 小姐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炸炸眼 这也炸你妹 滚 都滚 我修药